示範停聚 教練輕而易舉舉起槓鈴 動作一氣呵成 這是針對建立舉重做訓練 也是中小型健身房 能在連鎖品牌中殺出重圍的關鍵 就是因為分重明確 剛剛的訓練都還好嗎 謝謝教練 可以看到現在中小型的健身房 都會主推客製化的課程 也吸引顧客找上門 分別放鬆 對 可以走 疫情過後健身產業逐漸復蘇 但市場也出現結構性改變 像是類似獨立俱樂部 投入資本較少 讓小規模的健身房受到傷機 休賽季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就會帶著會員 一起跟我們去比建立跟舉重的比賽 黏著度要夠高 因為現在健身房非常的多 你一定要有不一樣的特色 才會吸引到你想要的客群 去年台灣疫情還在高峰 但相關產業依舊一千三百多億的 驚人營收數字 就是因為疫情過後 民眾運動不只是為了瘦身 更大的誘因是追求健康 因為有些我們在這邊 接過很多的會員 他們都是已經上過教練課 可能在大廳上過 所以他來的話 其實他會直接去看教練給的東西 是不是符合他的 獨立健身房生存之道 就是甩開船頭榜約 違約金 靠網紅教練低價收費 搶食運動商機 這塊大餅 金新聞趙愛潔收尾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 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 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